- 洪秀柱這一次閉關又出關 很顯然在台灣社會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共鳴 反對者居多 支持者也有 反對者包括藍綠 甚至連國民黨要參選的理由都被嚇到了 也不曉得該如何自除 所以吳醫生委員才特別說 希望祖祖姐趕快重返戰場 因為這是一場選舉 而不是所謂的心靈講座 他必須了解不是輸就是贏 先打贏這場選戰再說 玉仁兄剛才講 因為可能在選戰過程當中 心情上換出床文各方面 所以讓他教練說暫停 然後整理一下情緒 重點總教練不知道 是他自己突然停止你知道嗎 總教練是朱立倫嗎 他說他不知道嗎 還是馬英九 所以他自己喊暫停是不行的 總教練是朱立倫還是馬英九 總教練是朱立倫自己封的啦 對啊 是朱立倫 這個總教練沒有用啊 後面還有一個指導啊 剛才文雄委員說 恐怕小金有在裡面 你感受到小金的 是不是真的小金進去 吳敦義正在旁邊了 不是 那個我不知道有沒有啦 只是我們從旁邊 而且朱立倫他的八千字裡面 字裡行間在做解讀 因為他出來之後 對於馬總統的支持更加堅定 又說放下屠刀嘛 那我突然想到那個刀字 用得非常的有技巧 讓我不禁想到會不會連這個屠刀是 包括大刀跟小刀都包括在裡頭 那不管 那有人因為聽了他的演講之後 就痛哭流涕嘛 玉仁兄說很多人很感動嘛 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傷心欲絕 不曉得該怎麼辦 都有啦 兼而有之 那不管怎麼樣 台灣社會病了 大概是朱竹傑跟蔡英文主席 他們共同認知 誰的責任 我不能講說我們人人有責嘛 那說實在話 我有責啦 國民黨 國民黨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這是馬英九總統朗朗上口的一句話 其實最早的在他第一任的時候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那時候是非常強的 要過什麼案子就可以過什麼案子 甚至都可以修憲啦 那時候這七年多的執政變成這個樣子 馬英九總統你顯然要負最大責任 我覺得是責無旁貸 那朱竹傑他也不否認說 對啊 是治國上有很多問題 那有檢討沒錯 可是他不解的事 他不解的事說那為什麼他這麼清廉自首 為什麼還他聲望比陳水扁還低呢 陳水扁就速度也想起來是一個貪污的陳水扁 我跟各位報告 有句話很簡單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嚴重 你能貪污多少 我問你貪污多少 你貪污300億好不好 嚇死人了對不對 你現在查到海角七億 海角幾億好了 你一個錯誤的決策 你會損失幾百億幾千 你上兆都有可能 所以整個國際民生會這麼一團糟 當然你的最高領導你要負最大責任 這是無庸置疑嘛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以來最大問題在這裡 那朱竹傑他閉關三天 其實我們了解這個古代禪宗 他的意義裡頭 就是說你閉關之前應該 沒錯啦 那不是在閉關中開悟 閉關怎麼可能開悟呢 所以這是古代禪宗他們流行 最流行一句話 我再講一遍嘛 就是不破餐你就不住山裡頭 但是不開悟就是不閉關啊 所以閉關三天 我告訴你 如果你沒有開悟 你閉關三天都沒有用 反正燈燒關 走火入門 他會不會開悟說他一定要選下去 必須要幹掉無庸置疑 所以他要進去閉關 不是 閉關之後出來 更下定決心要怎麼做 那我的意思說 顯然有句話講 莊子講大禍則終身不解 他到現在還不了解 為什麼大家對馬英九總統 為什麼還是這麼低的評價 大禍 他終身不解 到現在還不了解說 為什麼陳水扁會高於馬英九 原因他不知道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為什麼大家綠的選民 有某種程度 一定程度的包容李登輝 他不了解 所以他是大禍 所以他的思想格局跟層次 只是在一個範圍裡面 他沒有 我告訴你今天 我雖然不支持李登輝的講話 我當然不認同 因為我所念的書 我從來不認為我就是日本人 我是說我個人感受 可是我卻可以去理解 或是自己同情李登輝的遭遇 那是包容 對 我跟你講 我不支持 但是我可以理解跟包容 因為他在日本時代那時候出生 而且他在日本時代出生 並不是他自己所願 而是之前滿清政府 你戰敗歌浪給人家 你這樣都沒有一點同理心 你還在譴責人家 他不只是像講說所謂的 蘇田旺子祖 他最後講一句更重的是 恬不支持 比馬英九總統講的 所謂的作見自己 我覺得還更嚴重 所以很顯然 大禍者終身不解 大禍者終身不靈 他祖祖節 基本上不是一個不好的人 我坦白講 他一個快意恩仇 性情中人 他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朋友 可是為什麼大家 到現在很多藍領的朋友 都還投不下這張票 都認為他真的沒有提升到 總統的格局 哪怕他閉關之後 他還是 我告訴你 縱使不了解 你先有那個善念善心 不要把每個人看成是仇頭 仇底叩仇 先把每個人當成朋友 在這當中 大家尋求一個最大公約數 我覺得這才是 台灣社會和解的第一步 委員聽你這樣講話 洪秀柱的民調恐怕還會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建議他 他應該先跟王金平和解 王金平你看他都在人家講 在其一個立委競選的場合 還講說 這個要嫁開 總統和立委要嫁開 結果等一下記者問他說 沒有啦 那個其實也沒辦法解割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王金平院長說 這個時候該講這些話 那個時候該講那些話 就像在連勝文的競選的時候 王金平人家問他說會不會贏 他說會喔 會喔 也會贏的可能喔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他是場面話嘛 可是珠珠姐 是不是有些時候 也應該有些場面話是不是 有些時候你真的很不高興 該說的時候你要說一下 議員委員這樣聽起來 剛才我聽完是蔡其昌委員 談到蔡英文談的是包容力喔 這樣子我這樣講 在民主政治裡面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但我尊重你的看法 這樣看起來 洪秀柱這個出關言論 連總統格局都沒有了耶 更不用說他要選總統 洪秀柱這次出關了 當然裡面他有一些反省 那剛才我們國動兄所提到的 他說何以李登輝在每次背信 望義和數點望子組之後呢 都能得到區域回護 這公道嘛 他倒是沒有提到說 也不支持啦 沒有那麼重的 是不是他在口語的時候 我不知道書面上是倒是沒有 那當然洪秀柱 我特別講區域回護 所以李感受諸 古今中外國家領導層級 所不能說的 最恬不知恥的話有 最恬不知恥 OK 可能是在口語上 口語上補充我不知道 他書面上是沒有 他簽字文跟八簽字文不一樣 這表示當然這個洪秀柱 對於我們的李前總統的情境 他當然是感到 這個非常極端的憤怒啦 所以他當然也因為 這樣的一個關係 就是到底是台灣是的祖國 是日本還是什麼 他有一些大家產生了一些混淆嘛 那他應該也是回想到 就是說他有提到 問題是我們現在台灣是中華民國統治的 不是日本統治的 對 沒錯 李登輝那個年代是日本統治的 不是中華民國統治 這是一個歷史的common sense 對於李登輝的事情 因為是老先生嘛 因為他在那個時代出生 大家都理解 但是他八簽字裡面特別把他拿出來談 對 但是他主要講的目的就是說他的一些講法 或者是對於日本的歌頌 歌功頌德 但是對於他好像是非常的包容 完全能夠理解 但是如果是講到別人的時候 譬如說其他人的時候 他就用一些譬如說他自己 用非常強大的火力來批判他 所以他在這裡面 當然就是說我覺得要有一些反省 對於目前的處境 他說國家病了嗎 國家為什麼病了 他認為在於政治 政治啊大家不夠真誠 反而不真誠的人 在那邊奉迎的人 反而得到了掌聲 那在政治上產生了一些 這個朝野這個惡鬥的一種狀況 那導致呢政治壞了 那導致呢整個國家沒有辦法平順 他有做這樣的一個反省 那這樣的反省 對於他未來的選舉有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是有了啦 因為目前的選舉裡面 要回歸理性的辯論 而不是說你要來嘲笑誰 嘲諷誰 就是回歸到未來的政策 那剛才剛才來賓有提到 未來立法院快開議了 我們都去簽到了 9月份開議的時候 有非常好的很多好的政策 洪秀柱所提的政策 包括這個營利失業所得稅的 或者證所稅的 或者是一些低薪的方案 甚至於剛才主持人提到的 要給青年給力的 就是在就業服務法裡面 本來他除了失業給付之外 他還有一個就業促進的功能 就業促進的功能 目前已經累積到1000億了 他也當然除了一些失業給付之外 他還有非常多的剩餘 那當時過去大家想到說 那本來是提撥1% 有人講說那提撥0.33就好 或者是把它弄給失業給付 把它分出去 那洪秀柱看到年輕人 必須要有一個給力的幹法 給職業訓練的方法 所以他提出來要來做就業保險法的修法 這都未來在立法院裡面都會獲得通過的 所以我也真的是非常期待民進黨所提的政策 大家好下會期到立法院裡面來推嘛 而不要說等到我覺得小英主席他都會講 等我選上總統之後我們再來做 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要做下個會期大家來推動看看 好 這要不做下個會期 我本來想問問看蔡其商委員有沒有說法 你可以問嗎 我當然有說法 那來說一下 因為我先打個岔 因為其實我這麼說 大家都問一句話說 牛肉在什麼地方 給我牛肉 笨蛋問題在經濟 我們都懂 其實傑明今天花很多時間 直直細細的看洪秀柱內容 我整個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感受到 剛才育仁所談到的 他對年輕人的擔心 他對於這個失業給付裡面 有些錢可以撥出給年輕人 做創業的一些準備 我沒有辦法感受得到 那麼他說這個下一個會期就會做了 那他也回來一句話說 那小英你不能只有這個口號啊 那我的意思只要講說 在至少在我當幹事長的時候 我在民黨做黨編的時候 道理對的 就像鄭所稅嘛 當時苦口婆心一直告訴你們 用民進黨的版本比較好 國家收得到稅收 激增成本最低 社會股民接受程度最高 你們你都不理我們 一直拜託叫你們弄這個版本 你們不要 你堅持一定要用你們版本 那現在過了 現在你們搞的股市整個烏煙瘴氣了 然後現在開始講說 民進黨那趕快我們下個會期 我們趕快來弄這個 兩年前就可以弄好的事情 你現在在拜託我們 好像一副責任又是在我們身上 我只舉這個例子 其他有很多的案子 我們已經從相關的怎麼樣讓青年就業什麼 我們提了很多的主張 包括長照之路 我們過去跟你們表決過了多少次 告訴你們 以前就跟你們講 你們都不做 選舉已經會收腳踏了 已經就馬上要投票了 這個時候一副好像 忽然之間湧起來了 好 要快來做 那為什麼不想想這八年來 有多少次的機會 我們可以一起好好來談 民進黨我們已經很理性了 很多的案子 很好的案子我們也提了 我們也希望 包括過去年金改革 剛剛有一個觀眾朋友 他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當書記長 先砍立法院第一招 第二招找國民黨一起來開國事會議 國黨也主張一樣 我在中常會主張開國事會議 要被網友罵 對 開國事會議做什麼 大家不要在年金議員上競爭 就大家朝野合作 透過一個國事會議的形態 朝野共同承擔改革的一個結果 要賺兩個賺 要撩兩個撩 不要拿來當政黨競爭 這樣有理性嗎 照你們 日本也讀了 國事會議照開 大家拿出共同的版本 這藍綠共同的版本 年金早就已經 我不敢說100%做好了 至少那個才叫做千年暗示 一登幾名 那個才是真的叫做一登幾名 你們要做嗎 沒有 現在搞 搞選民會買單嗎 你們做再多人家會買單嗎 就時間搞了 就快點 臨時趕快來弄這些有的沒的 人家不會接受 這種做法在選戰的效益 人民的這種心中的感受程度很低 我的意思不是說這樣就不做了 我們很歡迎 為國家好 能早半年開始做 都是好事 但是就選在會修腳踏 在那裡說 喔喔喔 效果很有限 所以我剛剛只是舉幾個例子 像年金就是最好的例子 立法院都已經砍了 國事會議 你們都不要 這我就不懂 齊昌委員 剛才談到一個重點 年金不是兩年前 還三年前 馬英九就提了 他還說一句話 這件事跟他沒關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不做 他就不配當個總統 可是我們看到 洪秀柱談了很多事情 現在以前談的好的政策 只要是違背馬英九的 現在都不談了 回頭去報馬英九 敏鳳 你覺得這個政策是對的嗎 我覺得各位在講的政策 對洪秀柱來講都叫做下重步於兵 他根本聽不懂嘛 對不對 剛才這個紀委員講半天 就是說你們講一大堆 他其實根本就不是這個label人 他怎麼會聽得懂 如果他不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會把這場選戰 一直拉來層次那麼低 簡直是連他要不要參選這個事實 都還在討論嘛 請問他閉歸三天以後 我們整個政論節目的 這個所謂討論有進展嗎 對於總統大選有進展嗎 沒有嘛 他就整個他裡頭全篇八千字裡頭 罵了政論節目 跟在場的名嘴跟什麼東西的 罵了幾乎快一半以上 所有的錯都是你 翁傑銘的錯你知道嗎 我知道 所以你問那你問我問你 誰在拖垮這場選戰呢 就是他本人嘛 他本人是最失敗的候選人 我剛剛在那邊談年經營改革 或怎麼樣 回到立法院 他只會站上桌子上面說 你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樣你是怎麼樣 他就是用這種語言在講話人 全篇八千字 就是他整個在立法院25年的寫照嘛 他有任何的進步嗎 他談得出政策嗎 所以我說 我跟你講 你過去大家也許在偷糧換柱 要換掉你 你這下子出來好啦 不換啦 氣直接氣嘛 從換柱變氣住了 我說 我早就說金普聰在8月18號回來 他中間就有一些案在暗運作了嘛 可是大家都不相信 可是然後週刊跟那個新聞已經放話 我覺得那個時候還沒有說很確定 他就只是說 我現在基本上就要挺他啦 但是請各位不要再多話了 好 這樣子閉關三天之後 全編出來 洪秀柱 他好像抓到一個救生圈一樣嘛 他全沒有開始跟馬英九討好 所以他就是希望 金普聰不要再下手了 不要再換他了 金普聰當時在他閉關之前 真的不換他嗎 他只是衡量 瞧不出後面那個人 勉強接受而已 我覺得洪秀柱 你不要這個什麼 把這個大家的這個好意 當踩在地上糟蹋 我跟你講三天出來 你還是照樣罵人嗎 有人去那個廟裡頭 一天到晚發冷箭罵人的嗎 我請問一下 這種候選人怎麼選一下 他八千字弄到他一把火 每個人都很想 很想罵他 對不對 連平常最 黃昭順最順的黃昭順 他都開始開罵了 說他要閉關 他要聽不懂 我覺得連吳玉森也出來罵 今天這個吳玉森是客氣了一點 他有負責任務 我跟你講你私底下 現在所有來民的立委 過去三天以前挺他人 現在已經開口冷淡了 都很冷淡 罵他罵已經比人更兇了 我就不想你現在被棄不掉 好 所以現在問題是 如果今天真的 就現場除了我們裕人 比較有一個人質關係之外 我們幾乎對洪秀州 這次出關的分數都打得有點低 那這個情況下 當他抱著馬英九 馬英九最低收視率 可能只有9.2的情況之下 那麼蔡英文說他已經忙到 快躺下來 那現在真的只有蔡英文 一個人在選嗎 那宋楚瑜現在好像也在 按照我們這個文雄說法是說 文雄委員說法是說 他還是有跑行程 但是並沒有對外表示 是不是秦金生這把火 燒了親民黨恐怕也只能躺著幹 我這顏色應該下次換橘色的 這個替文雄委員加油 那現在甚至說法 這次的這個秦金生 去這個管理台這一站 恐怕親民黨的這個委員 可能掉一半 可能連文雄委員都辛苦 基隆還有人說 如果秦金生不處理 不支持文雄委員 這麼重的話都出來 我們看一下 沒錯 到底秦金生有沒有去閱兵呢 照片會說話 這是閱兵時 他到底有沒有到現場 秦金生說我沒有 我到後台沒有參與閱兵 但是忠實 當然忠實是一定是 唯恐天下不亂 這是一個吃飯的一個狀況 這是中共前國務員總理 吳怡 這是秦金生沒錯 臉上帶著微笑 他說你身體不是 為什麼還可以見到無疑呢 但我們必須說一句話 去管理台跟去吃餐會 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 這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是不是親民黨 真的被秦金生這一打下去 恐怕一路又是另外一個 新票案呢 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蔡英文 恐怕真的一個人選 一個人選 一個人的武林 好像有點冷吧 我們先進一個廣告